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已经见闻多数字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学习 《入菩萨行论》当中 现在思维下满难得 而不能舍弃精进 宣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今天要继续宣讲 如果我们许多人生 那么所有的智者 也会执持 呵斥我们的 这种行为是极为愚痴的 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难得此一生 经济教寻得 也乎具智慧 若人堕地狱 则如诸所获 宁我心势力 那么颂词上的意义 比较简单 前面我们通过 几种观察方式吧 都已经讲了 人生就像是昙花难以显示一样难得 而得到以后 胜过十万个如意宝的价值 对众生来讲 有无比的意义 意义重大 从这些道理方面 来进行思维的时候 确实是人生极为难得 而得到以后对我们的今生 还是有巨大的利益和帮助 而今生我们 依靠什么样的因缘得得呢 当然是我们千百万劫当中 积累资粮而获得的 依靠这样的非常荣幸 也就是说 极其的 这种殊胜的因缘聚合的前提下 在即生当中我们得到了 就像飞恶的大地一般 或者是两天一般 比如说有些好的两天当中 什么样的庄稼 都可以承受 我们现在获得的人生 也是如此的 依靠这样的人生 能成办自他一切重大事情 所以即生当中我们已经获得了 如是殊胜的人生 而且得到人生以后 如果没有能了知取舍的智慧 当然我们的人生 不一定能用得上 但我们在座的各位 实际上也有能了知取舍 了知善恶 了知苦乐 以及世间和出世间的种种道理 闻思修行的智慧 具足这种智慧 具足这种智慧以后 一定要了知 自己未来的前提是什么样的 那么未来的命运 是什么样的 依靠什么样的途径呢 才能用生用舌 获得极大的快乐 这个问题对于智慧的人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 应该进行思维 这样以后 我们大家都是应该知道 通过这种智慧 通过自己获得人生的价值方面 进行考虑的时候 一定要获得解脱的善缘 就是获得解脱的善缘 如果我们没有利用 这么殊胜的机会 而每天的茫茫茹漏 或者恒恒恶恶当中度日 然后造了各种各样的恶业 那这样仍然不可能获得解脱 反而堕入在难以忍受的 地狱 饿鬼 旁生 饿趣界当中 所以我们很多的众生 恐怕自己的来世 前世也不知道 经常在迷惑的状态里面 其实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或者释迦牟尼佛涅盘以后的 很多佛的传记和一些公案当中 也有记载 我们许许多多的人 也有从恶趣里面转到人身 这种现象是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凡夫人 甚至今生当中获得解脱的 阿罗汉和独觉的有些前世 也大多数都是 从地狱当中转来的 当然现在的很多活佛 很多上师 很多人的前世说起来的时候 都是非常高兴 释迦牟尼佛的时候是什么什么 莲花生大士的时候是什么 也就是说他的生生世 全部都变成一个大成就者 那么即生以外 全部都好像非常了不起 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当然这是可能 有个别人的邪见所知而已 但有时候看来也许不一定是 从释迦牟尼佛时候的 真正的一些大成就们转世的 很有可能 那个时候在地狱里面 后来在饿鬼里面 然后在旁生当中 如果真的 把真实写下来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伤心的 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很多佛的传记当中 公案里面有些比丘 他当时 就是刚刚从恶趣和地狱当中转来的 转来以后 一听起地狱的一些公案的时候 身上也是除一些 什么龙 血等等 后来佛陀也是特殊地 开学一些特殊的衣服 而且释迦牟尼佛 接近涅槃的时候 也是对文殊和弥勒菩萨 都说过 他说 凡是对我接远的 见闻接触的众生 应该不久的将来 会获得解脱 但是有些业力深重的众生 现在还在地狱和旁生当中 那么以后 释迦你们的时候 你们也应该以我的教法 开始给他们 也接近要圆寂的时候 也是给释迦牟尼佛 对后面的弟子 也这样告结过 所以说 从有些公案当中 来了知的时候 我们这些众生 不一定全部是清净刹土 极乐世界 什么毒水天 以及现实刹土等等 全部是清净的刹土里面 来到这里 当然这样也是肯定多的 很多高僧大德 诸佛菩萨的华生 一些活佛法师 他们应该说 不同的世界当中 专门派来这里度化众生 这种现象肯定是有的 这也是从他们的悲心 从他们的智慧当中 也可以看得出来 应该是有的 也有可能善恶趣当中 改行到这里来造恶业 专门做这个工作 可能也有这样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即生当中获得 如是殊胜的 下满难得的人身 一定要观察此相续 不要造恶业 前面我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说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现在获得的人身珍宝 并不是说 从表面上赞叹的 实际上真的是 它有无比的价值 所以每一个道友 每一个佛友 应该牢牢地记住这些教言 我现在非常难得 这样的人身 得了这样的人身 我一定要造善业 千万千万不能造恶业 如果造恶业 那在这个世界当中 就像昨天前面的颂词当中 所讲的一样 再没有欺惑的了 再没有愚痴的了 我们平时认为 旁生是很愚痴的 可是旁生有时候造的业 不一定是我们人那么多 我们有些人 依靠现代的科学技术 依靠现在的一些 通过各种不同的技巧 造了许许多多的恶业 所以恐怕永远 也是不一定有解脱 因此我都经常这样想的 现在世间的有些人 就是世间犯法的一些坏人和 平时造恶业的这些坏人 基本上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完全是相同的 比如说世间有些 经常喜欢犯法的这些人 他心目当中也有一些 造了作了坏事 偷盗 强劫 这样以后会有法律 惩罚 然后在自己修行的时候 也是极为痛苦 这样的感觉是有的 但是有些人好像没有赐助 实在是无法控制 在这种前提下 自己无恶不作 最终真的受到法律的惩罚 在身心当中 受到极大的痛苦的时候 他自己恍然大悟 那个时候就知道 哦 原来真是不应该 做这样的坏事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有些人 当然根本不知道 因果的道理 有些人稍微懂得 我造了佛制罪或者自性罪 种种的这些罪业 来世一定是有果报的 可是我们自相续当中 烦恼是深重的原因 有时候不得不造 反而经常造了这样的恶业 当你真正感受到 善恶趣的痛苦的时候 那个时候后悔 莫及的 真的没有办法 那个时候要真的转过来 别说我们其他一般的众生 甚至真正的释迦牟尼佛 亲自降临在他的身边 也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众生的恶业 现前以后 佛也没办法 无济于世 所以我想我们世间上 稍微有明智的人 应该对自己的未来 对自己的前途应该值得考虑 这是对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自己的事情 不要一直以各种道理来 作借口 没有必要 那么下面就是说 虽然我们有了智慧 仍然还要前往地狱 那只要应该极其悲悯 非常伤心的事情 这种人就像是 被一些迷主所迷惑的 让自己的心 完全已经失去了控制 这个今生完全都已经失控了 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也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令自己的心 已经没有什么状态了 已经处于迷茫状态当中 我们世间上也是经常有 如果自己的心被蒙主所控制 以前在印度也好 在别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状况 比如说有些婆罗门 有些仙人 给他进行念恶咒 念恶咒以后 最后这个人精神都完全不正常了 然后就随着别人说什么 跟着别人去的 别人让他火坑里面去 也去的 别人让他来到河边去 让他跳河的话 他也是听别人的祝福 所以世间当中真的一些 精神时常的这种人 我们平时看到以后 也非常的可怜 当然精神时常方面 有些是被蒙主咒语 就是咒语所迷惑的现象 非常多的 大家也可能记得 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有一些公案 以前我们经常 引用的智瞒王的公案 实际上也是当时被咒语 所迷惑的一个事实 当时智瞒王刚生下来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聪明 极为善良 而且相续当中具有大慈大悲心 没有其他的烦恼 所以人们称他为无恼 后来他一直以为 婆罗门上师在那里学一些非陀 之后有一次 婆罗门师徒到别的地方去 有人请他们到那里去 做三个月的事 当时那个师父 婆罗门的妻子 经常特别喜欢无恼 后来他要领住的时候 他对婆罗门说了 你以后你所有的弟子去 我看家里那么多的事情 不应该全部都去 要不要让无恼他比较勤快 然后平时态度也是很不错的 让他留下来三个月 让他帮我看真理乱七八糟的 那么多的事情 可不可以 后来婆罗门师父也不得不答应 因为答应完了以后 他们就离开了 离开以后 也就是说师父的妻子 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先身上化妆 大扮 然后给他准备各种美味家药 就饮游他 但是无恼他认为 自己的重心非常高贵 婆罗门凡指的重心 不能失毁 再加上也不能侵辱 和侮辱自己的师父 所以他临死也是不愿意 对他不愿意有任何不清净的关系 后来妻子他非常不高兴 极为生气 当婆罗门回来的时候 他就假装 因为当时法王如意宝讲的时候 法王如意宝也讲了 有些女人是特别坏的 上师说有些女人的性格也不同 有些女人喜欢一些老年人 有些女人特别喜欢年轻人 不管婆罗门的妻子 看来他的态度各方面来说 应该是不太好 但是婆罗门要接近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假装 在家里好像混倒在地 然后把自己的衣服全部撕破 脸也是抓破 然后身上全部都是 有各种土分染污 一直在那个 失去活来的 在地上滚来滚起可能 之后婆罗门回来以后问 问了好像两次吧 他就一直不肯说 后来他才说 你认为你的那个无脑 这个弟子是个好人 实际上他一点都不好 他对我如何如何 我没有满他的愿 所以他对我如是的侮辱等等 说了很多 然后要求他一定要惩罚他 后来那个师父他认为 无脑不是一般的人 他可以对付一千个人 而且衷心也极为高贵 我们一般的人也惹不起他 如果真正要对他作敌对 也不容易的 他后来给妻子说说 我们这个事情应该慢慢地来 我应该想办法满足你的愿 后来他对无脑进行说佛 给他讲了 你如果要听师父的话 我给你要讲一些非常殊胜的秘诀 那么你愿不愿意学 今生都是可以成就的 后来无脑特别高兴 在师父面前合掌顶礼 说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求到这个法 他说 如果你真的要求到法 那七天当中可以 直接转生到梵田街当中 取得一个殊胜的窍诀 那么这个殊胜的窍诀 就是你一定要杀害一千个人 然后把一千个人的手指 全部传成莲珠一样做装饰品 那样你一定会获得成就 因为当时无脑非常善良 他当时不愿意做这种坏事 他对师父再三地说 杀人是个坏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社会 婆罗门的一种中心 恶劣的事实 这一点怎么样 也是我不愿意做 但是他的师父功夫比较厉害 他一边有个长长的刀 插在地上 然后一边开始念一些恶咒 念恶咒以后 逐渐逐渐无脑的心里面 开始产生恶心 因为原来他的心特别善良 他临死也不愿意 杀一个人 任何人 但后来通过他师父的力量 念咒语的加持力 可以说他的力量 然后无脑的心就越来越坏了 到了一定的时候 被恶咒完全都已经密住了 密住以后 他立即拿上刀子到处去 反正见到人 就马上要杀 最后在七天当中 到了第七天的时候 他已经杀了999个人 还差一个人 然后他也是特别着急 当时所有的人 全部是在东藏西藏 根本找不到人了 一听到指盲来了 大家都在怕的人全部唱着 没有见到一个人 当时的时候他的母亲 特别的悲悯他 因为他七天当中 不吃不喝 一直到处去 刚才主要是 恶咒的这种力量很强 他的母亲特别的悲悯他 想给他送一点饮食 他心里也是想 也许可能杀了我 但不管怎么样 毕竟是我的儿子 他也非常可怜 七天当中 都没有吃一粒米 后来准备给他送食物 送食物的时候 芝麻也叫做无脑 他准备杀母亲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 母亲也给他进行对话 你不要做一些不孝顺的事情 也不要这么 不管怎么样 你要吃吃一点饭 正在这个时候 他要准备杀母亲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时佛陀 察觉到他的这种行为 而且也能见到 芝麻度化的机缘已经成熟了 然后佛陀在远远的地方 显示一个比丘相 来来去去 那个时候芝麻心里想 哎 这个毕竟是我的母亲 不如还是杀那个比丘好 然后她开始往比丘的方向追 但追的时候 比丘的步伐特别地慢 慢慢地在行 而芝麻一直追他 因为他世间特别地着急 今天没有杀到最后一个人 七天就已经过了 他就特别着急 他一直追 奔跑得特别快 但怎么样快 看起来比丘走得很慢 但是一直追不上他 他就觉得奇怪 一直很远的地方 还他就一直叫他 比丘啊 你给我赞住啊 你怎么 然后比丘告诉他 我一直安住住的 这个芝麻觉得有点奇怪 你怎么说是安住啊 然后佛陀 也就是佛陀的化现吧 这位比丘 他说你自己的分别念 被恶事已经蒙住 然后现在你自己 一分别念在跑 实际上我本来都在安住 这样一说教言的时候 芝麻当下开悟 获得了解脱 应该获得阿罗汉果位吧 《亲友俗经》当中也有 总而言之 这个公案说明了 被密住一些迷惑 这个人完全都失去了控制 没有这种力量 所以寂天论师在这里面 对我们凡夫人 造恶业的这些人 也可以说有一种 比较不满的一种语气 也是一种批评的语气吧 说你们这些众生 明明获得了这么好的人身 也具有一点智慧 还要前往地狱的话 那是不是你们 被恶主已经蒙住了 你们是不是 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你们为什么是这样啊 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还不利用 最后堕入到地狱当中 那怎么办呢 你们现在是不是 被这些人已经控制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也是现在可能 所谓迷惑的状态也比较多吧 也是现在世间人说 都是一种迷魂吧 迷魂药 听说有些迷魂药 得到以后或者享用以后 接住以后 马上别人已经蒙住了 以前汉地有一个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有一位老太婆吧 他就在街上遇到一个人 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当时他给他一点东西吃的 然后吃完了以后 就跟着他去 然后他就回来 把他带到自己的家里面 家里面所有的钱 金的耳环 以及金银财宝 全部的东西 全部给他 给他完了以后 还有一些存子 银行里面的存子 也是给他 后来存子就没办法 那个人去 然后他自己帮他一起 到银行里面取款 取款完了以后 全部给他 给他完了以后 临走的时候 他说再见啊 再见啊 然后回来大概一个小时的时候 全部醒过来了 当时他醒过来的时候 也知道他刚才是在整个 怎么样给他的这种过程 全部也是清清楚楚 但是也没办法 这个人再也找不到了 无因如无踪了 所以现在大城市里面 经常也是说 有这种显现是比较多的 那这样的话 真的是没办法了 明明知道自己在做坏事 或者是最后你知道了 但是自己完全都是不知道 也可以说是 完全不知道的一种状况 说我们在座的人 如果我们明明 获得了那么好的人身的时候 没有用的话 那我们真的跟这些 今生世上的人 是没有任何差别了 所以这些道理 应该反反复复地思维 佛陀在《妙花莲花经》当中 也有这个比喻 我们三界当中的这些众生 就像是一群孩童一样 那么三界的轮回 犹如一个火 或者是周围被雄雄烈火 所燃烧的一个房屋一样 那么周围被火燃烧的时候 里面的孩童们都高高兴兴地 大家都玩了 多么开心 多么快乐 可是有智慧的人一看 这些小孩子不应该在房屋里面玩 里面四周都是 全部火焰甚燃 所以我们三界当中的众生 全部都是处于一种 痛苦的轮回火焰当中 但是自己毫无觉察 毫无了知 而反而认为我们现在 做的什么什么的事情都有意义 贪得无厌 一直做一些迷乱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应该早日醒过来 我们最好不要被世间 各种各样的迷惑已经离住了 一定要自己唤醒自己 自己提醒自己 独走自己 这样以后我们就知道 人生虽然很短暂 但依靠短暂的人生 应该说是 今生当中没有解脱 能获得资粮道的开断 所以作为每一个修行人来讲 觉得修行佛法 尤其是我们现在 获得人生的时候 千万不能控好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 下面讲这种获得人生 但是我们为什么这样迷住啊 它应该有一个原因 我们要观察它的因缘 观察它的因 在颂词当中是这样说的 火患无所知 何故藏心也 它这里就是说 火患指的是 我们为什么心被这样迷惑啊 就是迷惑的这种 怎么说啊 迷惑的这种隐患 迷惑的隐患 对我们来讲一无所知 这个颂词稍微有点 怎么说啊 字面上有点难解释 但应该这样来了解 这种迷惑的隐患 我们以前一点也是不知道 那么现在一定要 这样的毒性 这样的孤独 到底是我的心里面 藏着什么样坏的东西 到底我的心里面 藏着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按照无咒论师的讲义 这无非是烦恼再作鬼 没有藏什么其他的东西 我们很多道友 可能也有这样的想法 我明明知道因果不好的 但是始终好像 修什么法也修不起来 然后背诵的话 背不动 做一些坏事 我很有兴趣 很有智慧 很能感的 而且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是 也根本不觉得时间长了 或者这样的 那么到底我的心里面 藏着什么东西呢 很多人自己也是 有时候会这样说吧 我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我心有点不正常 我心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实际上心里也是 并没有藏着什么东西 所以佛陀在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烦恼毒舍 随在入行 在佛在异教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烦恼的毒舍 已经随在我们的心当中 随在你的心里面 因此只要烦恼的毒舍 藏在你的心里面 它随时 澎发出一些毒舍的意志 所以始终让我们 获得自在的机会极为鲜少 因此我们做什么事情 好像没有勇气 没有力气 没有这种能力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心里面 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藏着烦恼 我都有时候这样想 现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让他每天 二十四小时里面听课 二十四小时里面 学习大乘佛法 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 但是让他一个礼拜当中 听两三节课 或者听一节课 有些人还是有一点困难的 二十四小时让他好好地修行 转心致志地观修 根本办不到事情 但是给他最低的一个条件 二十四小时当中 能不能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让他观观自己的心 观观菩提心 对他们来讲 也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 可以观察出 到底我们心里面是 潜藏着什么东西呢 应该有一个坏的东西藏着 不然人都是一样的 以前噶登派的这些高僧大德们 也是人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些人 也是人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必要的一些贪嗔痴 或者嫉妒 骄傲的 这些事情 我们很有能力 很有勇气 所以有时候 我们应该反观自己 到底我们心里面 藏着什么东西 无光尊在大圆满信息休息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吧 给你讲也听不懂 开始也不能领悟 到底你心里面藏着什么样的东西 是一个巨大的铁球呢 还是一块大石头 所以有时候真的这样 到底我心里面是 装着石头呢 还是装着一个铁球呢 还是其他的东西啊 有时候你们可能 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 有些人你看四五个论点 全部背得那么好 而且平时的行为 考试 做什么善事的时候 非常有能力的 可是我们有些人 造一些恶业的时候 有聪明 有能感 造一些善事的时候 有脆弱 身体不好 心情不好 然后各种各样的 违缘 障碍就处处出现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在作怪 并不是什么其他的 也并不是你今生不正常 也并不是你最近 好像出现什么事情了 根本不是 实际上我觉得 不管是在寺院里面的 有些出家人 还是在大城市里面的人 大家都如果每一个人 经常要关自己的心 对治自己的烦恼 不会那么忙 现在有钱的人也特别忙 有地位的人也特别忙 没有钱的人 没有地位的人也相当忙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烦恼没办法控制的 如果烦恼能控制的话 很多事情可做可不做 我想为什么以前的高僧大德们 修行时间是那么多 修行获得的这种效果 也不像我们现在那样的 而我们有时候 说自己是修行人 但实际上自己在一辈子当中 用了多少的时日 用在学习佛法方面 修行佛法方面 所以自己问自己的时候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没有什么困难的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一方面认识自相续当中烦恼的危害心 这里也可以说 中间的一个连接文吧 意思就是说 我们心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呢 那么下面观想 所断的烦恼而观修 认识难得等等 那么这个道理 首先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 观察所断的烦恼 也分为思维烦恼的过失和 作意烦恼 非为所疑 两个方面来讲 首先第一个 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非力损害 所谓的烦恼没有任何理由 无始以来已经损害我们 可是我们真正用智慧来观察 烦恼也应该可以遣除 下面讲这个道理 他这里就是说 刚才前文当中已经说了 到底以什么样的火害 来损害我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观察到 所谓的烦恼对我进行危害 那么烦恼 我们也知道 八万四千烦恼 如果从种类当中归类 五度烦恼或者散度烦恼 贪嗔痴 嫉妒 无名愚痴等等 这些烦恼 贪心 嗔心等等 这些烦恼 实际上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最大的障碍 也是最可怕的一个怨敌 那么这样的怨敌 如果我们用智慧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实际上也 我们世间的一些敌人 想比较起来的话 烦恼的敌人应该说 可以对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烦恼的敌人 他既没有抓住我 打我的手也没有 然后我跑到那里去 跟着我的双脚也没有 还有开始诽谤我 挖苦我 说我的罪也没有 然后他手里拿着各种兵器等等 这样的能力 也是没有的 因为所谓的烦恼 大家也是应该清楚 不管是显宗 还是密宗的智慧来 进行分析的时候 实际上没有颜色 没有形状 没有来去除等等 所以他的本体 实际上虚空当中的炎炎一样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一种 虚伪的有物而已 虚伪的一种法 这样一来烦恼本体 本来都是不存在的 可是为什么他没有教 没有说 也是对我如是损害 然后所谓的烦恼 也并不是非常极为的英雄 因为烦恼 他随便懒惰 同时相应着的 所以他并不是世间的 一些浩瀚英雄那样 也摧毁无数个人 不是这样的英雄装饰 然后所谓的烦恼 也并不是世间的一些 辩才无碍的智智 具有崇高的智慧 睿智 没有 不是这样的 它是具有无名相应的一种新说 所以这个烦恼为什么经常 它把我困得紧紧的 一点也是没有自由的 就像是牦牛被孙子拴在庄子上 或者用他的鼻线来 困起来一样 这种烦恼为什么 它经常把我当陆地一样 经常听着他的呼唤 经常守着他的支配 为什么我整天日日夜夜 随着烦恼而转呢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详细地观察 有时候看起来 所谓的烦恼真的非常可怕 一听起来 贪心成心等等 这思相续当中生起烦恼的时候 自己也是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相当可怕的 比如说有些 自己相续当中的贪心相当严重 那么自相续当中 生起贪欲之心的时候 也没有羞耻心 也没有正知正念 什么样的智慧 也无法控制的 最后自己想起来 这种状态的时候 自己也是不好意思 有这种状况 当有些人生起猛力的 嗔恨心的时候 好像旁边有多少个人劝他 也是控制不了 凡是前面拿什么东西 都是开始准备打别人 那个时候好像 完全都已经发疯了那样的状态 但过一段时间以后 自己回忆起来 自己的心态的时候 自己也是非常的后悔 所以所谓的烦恼 实际上他没有脚 没有手 不像我们世间的敌人一样 世间敌人看起来 也是真的非常可怕的 他拿着枪 拿着刀子 向你冲着 那就有时候非常可怕 可是所谓的烦恼 真的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他是藏着一个 特别奇怪的东西 真正用智慧来分析的时候 他就根本没有 不管是诚心 贪心 无名 烦恼 哪一个烦恼 就没有这样的状态 所以所谓的烦恼 实际上是对我们众生 无始以来给他带来 极大的麻烦 这样的一种心态 能令心烦 能作脑骨 名为烦恼 《大智度论》当中 也不是这样讲的嘛 让众生的心烦恼 让众生的心苦恼 所以叫烦恼 当然烦恼全部归来起来 我们《俱舍论》第五篇里面 所讲的那样 有之根本 极大的罪名 所有善有的根本 贪嗔之等有种睡眠烦恼 那这些烦恼 实际上对我们众生 怎么样危害的 这些方面 我觉得是 我们应该值得观察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 蒙蓬仁波切的 有些教言里面 所讲的一样 国王不能摧毁的有些人 女人也能摧毁他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谁也不服得有些强壮人 当生起烦恼的时候 在烦恼面前 他不得不规规矩矩地投降 所以烦恼一方面 在我们世间当中 最可怕的一种敌人 因为当生起烦恼的时候 你不管上师 法座上的上师也好 或者善盖下的大德也好 或者是世间当中有什么样 名声地位的这些人 在烦恼的趋势下 经常造作各种恶业 然后在烦恼的呼唤下 他就规规矩矩地 开始造各种不善的恶业 所以我们从自古以来 以历史证明 真正在烦恼面前 不投降 不责不服的 一直对治烦恼的 这样的大修行人不太多 因此我们在这里 这一个颂词主要说明 烦恼对我们的危害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一定要分析烦恼的本质 烦恼到底是什么样的 自己当然有一些 上师的窍诀 那么显宗当中有显宗的 一些如梦如幻的观修方法 当生起烦恼的时候 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对治 然后修行密宗 就像《大圆满本来清经》 里面所讲的那样 像虚空一般的见解来进行摄持 然后断除自相续当中的 恶分别念 以这种方式来观察 这样以后所有的烦恼 全部消失于虚空当中 一点一滴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经常观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因为我们在这里 讲的不放逸 放逸的时候 自己处于一种状态当中 说明在烦恼面前 已经没有抬起头的勇气了 因此平时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作为一个修行人 他特别特别地精进 那烦恼的敌人 对他造危害非常多 如果他是中等的修行人 那么烦恼的敌人 对他造的危害 也是中等性的 如果他相当地难度 每天都睡觉 每天都处于一种昏迷状态 那么烦恼敌人相当地高兴 对你开绿灯 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顺利的 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 为什么非常精进啊 前一段时间《九母思愿》里面说 今天我们温室特别精进 但是死的人也多 定的人也多 为什么啊 我说这是有关噶灯牌的 教言当中说的是多的 你们应该多看一下 越精进肯定 越有一些障碍 越有一些违缘 但是在这些违缘面前 不应该 今天我稍微生病了 对对对 我生病了 然后我再也不去 不能这样的 如果这样 以后稍微做一点善事的时候 魔王伯许开始出现 进行对你制造违缘 如果一次两次 你不管怎么样 我死了的话 没有办法的 一般的一些 对我的小小的生病 或者一般的一些 家里也好 其他亲朋好友方面的一些违缘 对我修法的心 一点也是不会动摇的 像须弥山那样稳固 自己对自己有了非常坚固的誓言 那烦恼 魔王伯许以及他的眷属 全部羞愧难当 最后实在是无能为力 对你进行造违缘 所以说 我们修行的时候 一般来讲 非常精进的人 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违缘 这一点是一个必然规律 但是在违缘面前 最好不要特别地去执着 然后有些人 哎 我要做这件事情 会不会出现一个违缘啊 每天都是一直 朝食暮想 一直都是 哎 认为会不会出现一个大的违缘 特别的一种 心里面自作 这我觉得是没有必要 弘法离生也好 自己的修行 应该是 自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 还是随缘而行 这样的话 自己心里也是不会苦劳的 总的来讲 我们在修行佛法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 怎么说啊 一定要精进 精进在精进过程当中 烦恼有时候可能对你 进行损害你 造一些违缘 但是不应该 自己变成脆弱之腹 下面就是说 我们对烦恼不应该修忍辱 有些人修得忍辱特别好 不管是生起烦恼也好 生起嗔恨心 任何一个烦恼怨体 天天害我的时候 哎 我不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 对所有的众生也好 非众生也好 凡是我要修安忍 该人的地方不忍 金刚道友来了 或者一些众生来的时候 他开始恶口响骂 不该人的烦恼面前 他修得忍辱非常好 显得特别慈悲 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 所以寂天菩萨专门 批评那些人 或诸恶心中 任意伤害我 有人不成比 非当银河车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 尤其是在凡夫人的相续当中 确实烦恼 就像一个怨地一样 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烦恼住的地方 也并不是牛盆棚 也并不是我们的房子里 帐篷里 或者其他的一些别墅房屋里面 不是这样的 一般的烦恼 就是藏在我们众生的心里 众生的心里的时候 他也是像一个 非常可恶的敌人一样 幻天悉地 或者随行所欲地 经常随随便便加害我们 他是什么样的加害呢 他的这种加害方式和 怨地的加害方式 有点不相同的 那么怨地 当面或者背后 就想摧毁你的财产 生命等等 但是这个烦恼 它在不知不觉当中 让我堕入到地狱里面 堕入到恶悔当中 而且对我加害的强度 相当高的 因此所谓的烦恼 他一直无时依赖到 生生世世当中 害过我无数次 现在也是藏在我的心里面 经常害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早就已经 斩断了烦恼的根本 我的心里面 根本不会产生 嗔恨心 嫉妒心 傲慢心 根本不会产生的 但是烦恼因为藏在我的心里面 它的习气种子没有斩断 没有斩断的话 它把我的心当作 它的最好的住处 最好的家庭 然后稍微它不高兴的时候 它开始进行加害我 我们很多人本来都是 好像天气好的时候那样的 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心情也好 做的事情状态非常圆满 很多人是这样想的 可是当烦恼分别念一生起的时候 你的面心马上都已经变了 马上都已经成了愤怒金刚了 生嗔恨心的时候 大家都是说 有时候平时这个人很不错 感觉上非常不错的 然后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真的显得特别的可怕 有时候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 也算是可以的 但是有些人也真的有点 不管是说话也好 然后他的这种习气 一发病以后旁边 不要说我们人 连石头都害怕一样 真的 有时候有些小石头 都是滚来滚去的 有这种感觉 所以烦恼无始以来的 一直害我们 那么害我们的话 我们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我千万不能害烦恼 我不应该对烦恼报仇 一定要修忍辱心 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合理的 这是没有自欺的 小人的一种行为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有人不成逼 他这里说 我反而对烦恼不成不弱 那这样的做法 相当不合理的 不应当的 就是不应当的 那么应该对烦恼进行报仇 进行摧毁 你相续当中产生烦恼的时候 你就自己心里面想 就像以前的本宫家那样 以前的噶当派的大德 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自相续当中生起一种 嫉妒心 傲慢心 那这样的时候 马上也可以说 用他的灰尘来杀在佛坛上 那实际上他对烦恼 也是一种对抗的表示 所以我们相续不清净的时候 马上用一种方式来惩罚自己 如果你没有这样 在烦恼面前 贵贵地一直非常恭敬地 他怎么样说 你也是随着他而左右 那这是非常愚痴的一种行为 那么所有的 十方诸佛菩萨 高僧大德 以及传承上师们 全部会合着的 就说 这个人一点智慧都是没有的 该人的一些众生面前 他修的忍辱一点都不好 而不该人的烦恼面前 烦恼怎么样说 也是他一直忍着 这种行为是不合理的 因此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有时候讲过 当我们生起烦恼的时候 尽量地 刚开始的时候 应该对治的 如果实在对治不了的时候 应该自己呵斥自己 自己前面有什么滚棒 有什么石头 应该用恶狠狠地打自己 我这个人真的很坏 我听了那么多的法 我学了那么多的法 我还要生这种分别念 还要生这种恶心啊 所以自己对自己 这样惩罚的话 逐渐逐渐 自己的恶分别念减少 我们有些道友 一直背书 背背背 今天背好了 明天全部一个也没有 不要说能背得起 连好像看书也是读 读的话 也不好读一样的感觉 然后自己好像 觉得没有这个希望 经常自己不吃不喝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东西 来开始打自己等等 这种惩罚应该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相续当中 有了无名的烦恼 有了嗔恨心的烦恼 所以自己真正生活 一点都没有自由 我在外面看到一些 城市里面的年轻人 真的学得特别的差 问什么 基本的一些佛理 也不懂 而且皈依很多年了 后来我感觉到 噢 他们的心里面藏着的贪心 嗔心 有些年轻人 整天都是被贪心转着 然后想着他的朋友 想着他的亲戚 财产 地位等等 一直想着这些 所以真正的佛法 对他来说 是次要的一件事情来对待 所以肯定学不好 这个是没有什么说的 因为一个人 做两件大事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人被诚恳转着的 整天都是对他的怨敌 对他的某某人一直恨着 心里一直坏不断 那这样他学大乘佛法 也肯定学不好 有些人被无名欲知所染污了 每天都是好像跟牦牛一样 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 真正业都是这样 一直是这种状态 那学佛法能不能学呢 肯定不能学的 有时候真的 当然大城市里面也是有 非常优秀的一些个别的修行人 不能一概而论 这些人看了以后 我们住在山谷里面的修行人 也是非常的惭愧 真的有些人 一边搞世间的这些工作 但是一直每天 把自己的功课也好 该学的 该背的 该修的 全部能完成 那么跟有些人比较起来 我们穿着这种袈裟的人 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而且学的也是相当好的 这种极少数都是有的 但是大多数的人 有些被金钱转的 有些是被地位转的 有些是饮食等等 有些各种各样的琐事 一直转着 自己没有自由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在中间作怪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对烦恼应该 做一些惩罚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惩罚呢 当然我对自己的我执 我对自己的烦恼 经常有一种坏的在心 我真是很坏 我相续当中有这么多的烦恼 这么多的嗔恨心 如果这样的话 这些烦恼毕竟是有为法 逐渐逐渐 他的相续会隐瞒的 这是隐瞒的 因为我们也看得出来 像米拉日巴 以前的汉山大师 以及许许多多的这些高僧大德 当他在家的时候 或者当他还没有真正趋入大乘的时候 在他们的有些所作所为当中 也凡夫人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他们的对质力相当的强 因此在修行过程当中 对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形象 大家也是应该会了解的 会知道的 所以说 我们在座的人 没有必要短暂的人身 整天都是被一些 迷迷糊糊的状态所控制 应该对烦恼进行剥夺 进行较量 进行对他交战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必要 当然作为一个凡夫人 全部的烦恼要断除的话 有一定的困难 麦彭仁波切 有些教言里面所讲的那样 所有这种烦恼的习气 根本上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全部要断的话 有些烦恼是修断 并不是连见到菩萨 也就是说 第一的菩萨 都是不能断除细微的习气 这对我们来讲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知道烦恼的危害心 然后知道解脱的功德 知道这两个以后 在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 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前进 往好的方向去迈捕 这样以后 我们人的这种性格 习气 各方面会有所改变 如果有了改变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所为 所以大家应该 经常祈祷上师 经常祈祷本尊 自相续当中生起烦恼的时候 通过各种窍诀来尽量对治 如果不能根本上断除 尽量减少自己的行为 尽量以如理如法的方向去做 这一点对我们修行人来讲 应该值得记住 好 今天学习到这里 我们修行人来讲 通过各种窍诀来尽量 通过各种窍诀来尽量 我们修行人来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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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各种窍诀来尽量 Ryan Mo會 sparked tablet增诀来尽量 forte散哇 Μ跟沙子色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